今天小弟 準備用耶博為朋友 祈禱這個題目,跟大家來 查考跟分享跟學習 我們來看 耶博記 42章 耶博記42章第10節 和本聖經 六百 五十八月 耶博記42章第10節 耶博為他的朋友祈禱 耶博法救使耶博 從苦境轉回 便且耶博法賜給他的 比他從前所有的加倍 那耶博 為什麼 要為他的朋友來祈禱 我們要 從頭來說起 我們從 耶博記的第1章 那邊有介紹到耶博 他是一個完全正直 耶博 對於神 祈禱 祈禱 耶博 祈禱 然後當時就陷入了以下的不幸跟困境之中 第一個試鏈就是突然來的敵人 把牛 駱駝 鯉等等這些生畜都把他抓走 又用刀殺了仆人 所以他的財產在一瞬之間就消失掉 第二个试炼是在一日之间 耶伯失掉了十个儿女 那这样的苦楚啊 很难想象要怎么样去忍受 那 接着撒旦 打击耶伯 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毒苍 满身长虫子 可以说体无玩忽 而且还发烧骨头疼痛 那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仍然要持守你的存症吗 你丢掉神去死吧 那撒旦起了耶伯的财产 执你跟健康 现在连跟他长相失所 共担患难的老伴也不了解他 所以在患难当中 贾诺连配偶都不同心 可以说是试炼当中的试炼 那耶伯我们知道他以前 是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而你环绕牛奶 羊奶都到可以洗脚 而且他地位崇高 得高万众 一人九鼎 但现在痛苦的状况 跟之前的美好生活 相差实在太大了 他受人尊敬的地位已经不保 他如今受尽众人的羞辱 在三十章第九节那边 有人把耶伯的召意 把它编成歌曲 幸灾乐后的来吟唱 公开的来 调笑嘲弄耶伯 又把口水 吐在那个曾经在城门内 众人都尊敬的那一张脸上 来羞辱耶伯 所以从第二章的十一节开始啊 就记载耶伯的三个朋友 就是以利华 比勒达 索华 他们听到有以上的这个灾后 临到耶伯的身上 所以个人就从他们的家乡 大家相约一起来安慰耶伯 那他每看到耶伯的时候 认不出他来 所以大家就喚声大哭 那个人撕裂外袍 把尘土向天扬起 那落在自己的头上 跟耶伯七天七夜 那坐在地上 一个人也不向他说一句话 因为耶伯极其的痛苦 那可见这三个朋友啊 是出于关心善意来看他 他们来的时候 应该不是准备要对耶伯 讲那个长篇的大道理 而是想只是要来探望他 安慰他 这个遭遇灾难的这个耶伯 但是之后耶伯经过七天七夜的悲痛的沉默之后 他终于开口了 他向三位朋友来诉苦 他来做主自己的生日 所以这三位朋友听了耶伯在第三章 这三位朋友 他们的态度啊 就从同情 安慰 开始 转变成为 检讨跟责辩 这三个朋友本来很尊敬他 认定他 现在变成认定耶伯 有错 不相信他以前的这个行为 他们依据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种的因果报应的这个观点啊 跟耶伯来展开三回合的车轮战的这样的激烈的一个辩论 那么当然他们对天上神跟撒旦所约定的这个事情 毫无所知 都是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讲话 那三位朋友 轮番上阵 指责耶伯一定是犯罪 所以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所以他们坚持要耶伯 认罪悔改 才能够得到神的拯救跟医治 那耶伯吞不下这一口烟漆的闷气 因为他平时他敬畏神 完全正直 远离二世 那他看顾孤儿寡妇 成为虾子的盐 茄子的腿 那以前 的山鸟都是白做了吗 所以 也不然 他 承受了这样 大的一个误解啊 简直就是无以问昌天的痛苦 連亲密的朋友 都没有办法来谅解 安慰他 反而在这个 伤痛处 好像抹上岩一般的来攻击他 所以他真是苦不堪言 所以 因此耶伯 为了维护自己的纯正清白 他就 反驳 这三位朋友的指责 但是相对的 这三位朋友 为了维护自己的言论立场 也说话的语气啊 就越来越 这个 刻薄 切法同情 跟温柔 所以彼此就在这样 你来我玩 真风相对 甚至 恶疑 来重伤对翻 我们来看看这三位朋友 怎么样来 这个 对耶伯 讲话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 朋友 于立法 我们来看十五章 耶伯记的十五章 第九节 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 第十节 我们这里有白法的 和年纪老迈的 比你父亲还老 所以 以立法就是 一老迈老的认为 年长者 比年纪轻的有智慧 所以讲这个话 那比勒达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第八节 第八章 第八章 第八章的第四节 第八章第四节 或者 第二节 你的 而你得罪了他 他 使 他们 受报应 所以 我们看到 比勒达没有同情心 没有同理心 来理会 体会 耶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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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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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這邊 彼勒達認為耶伯已經成為惡人 雖然沒有指名道信 但是你對耶伯這樣提到惡人 提到不義之人 不義之人 那說法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十一章第五節 十一章第五節 到第六節 為願神說話 願祂開口攻擊你 並將智慧的奧秘指示你 為願神說話 他有諸般的智慧 所以當知道 神追討你 比你罪內該得的還少 所以 第三個朋友說法 他不滿耶伯 這樣來說 他自己無辜 所以他 要神用苦難 來喚醒耶伯 來喚醒不 來結悟 而且 他 把耶伯 我們來看十二節 同樣這個十一章的十一章的十二節 空息的人 卻毫無知識 人生在世 好好野梨的機子 好像也是把耶伯比喻成 這個 野梨的機子 所以,當然不只這些,我們這邊因為時間的關係,簡單的提幾個聽見,讓我們知道三個朋友怎麼樣來批評,來歸歉,甚至指責耶博 那當然,耶博聽起來,他覺得他是焉患的,所以相對的耶博,他也這樣說,我們來看耶博怎麼樣回應這三個朋友的這樣的言語呢,我們來看,首先看十三章第四節 十三章第四節,你們是編造緩年的,都是無用的醫生,再看十二節 你們以為可紀念的真言,是如揮的真言,你們以為可靠的堅壘,是伊尼的堅壘 所以,耶博認為他們都是編造緩原,都是無用的醫生 他們所提出來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話,都是好像跟灰爐一樣的稀無,沒有用 那我們再來看十九章,十九章的第二節 到第三節 你們嚼勞我的心,用眼裡壓碎我,要到幾十年,你們這十次羞辱我,你們苦待我,也不以為此 我們再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的二十七節 二十一章的二十七節 所以也不我認為他們講這個話好像是在陷害他,好像是有計模式 所以也不我講了這個話之後啊 這些朋友當然就跟他這樣一來一玩的 互相的 因為我們是說他在陷害的陷害的陷害相對 最後約帕又從二十六張 一到三十一張 用長達六張的篇禍 來辯駁 來答覆他的朋友 但是 三位朋友啊 認為約帕講了這麼多的話 是他顏固 不化 是固執,己見,自以為意 他們的辯論是在這一種接近你不歡而散的這種僵集當中來結束 這邊為什麼會出現約伯要替他為他朋友來禱告 那我們前面簡單的介紹 約伯會出現約伯要替他為他朋友來禱告 我跟三位朋友這三回合的車輪戰的談話的幾個重要的內容之後 那我們來看那個42章 四十二章的第七節 約伯對約伯說話以後 就對提曼人以利華說 我的怒氣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作 因為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仆人約伯說的事 所以這邊是記載說 神在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對約伯講話之後 神就出面來責備以利華說 我的怒氣向你跟你兩個朋友來發作 那這三位朋友聽了神的這個話 一定感到非常的不能理解 因為他們對發生在天上的事情不知道 都是根據自己的看法來講話 那現在聽到神說 他們議論神不如也沒有來說的事 那我們當然看到這三位朋友講的話 其實都有道理 但是就是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把神的作為講得太簡單 好像一切的神的作為都是現世報 也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但是我們明明在生活當中 就看不是事情 都是馬上有現世報 那很多人在今生做了壞事 但是他生活物質過得很好 所以這三個人他沒有把神的報應 看得更深更廣 也就是說神在今生很多時候 他並沒有現世報 我們人在世上的 不管在物質上 或者在肉體上 所遇到的一些好事情 不一定跟我們做好事情 成正比 所以這三個朋友的錯誤 結果神就向他們來發怒 那他們我們看起來好像是 為神不斷來辯護 結果神還說 你們說的不像我的朋友耶博說的那麼好 我們也有空的時候 把耶博記整個讀一下 就知道耶博在很多地方 也有在責怪神的話 那但是因為耶博啊 他的出發點可以在神看來 他是誠實的 他在最抱怨神的時候 他能然把神當作公義的 那他就是因為覺得神 不符合神公義的這個屬性 那所以耶博才向神 這樣來喊恩愛 那神覺得耶博這種誠實 還是對神有信心 是對的 所以神責備了耶博以後 就來責備了他的三個朋友 所以我們剛剛看的四十二章的第七節 第七節之後的第八節 又說 這個 現在你們要起七隻公羊 七隻公牛 七隻公羊 到我仆人耶博那裡去 為自己獻上還祭 我的仆人耶博就為你們祈禱 我因耶納他 就不按你們的一萬伴你們 你們議論我 不如我的仆人耶博說的事 那這邊神又再一次說 這三位朋友 他們議論神 不如耶博說的事 他們議論神 所以我們 要再進一步來 查考 這三位朋友 是怎麼樣來議論神 首先我們來看 第四章 第四章的第七節 請你追想 無辜的人有誰滅完 正直的人在何處檢除 這句我們比較容易了解 那第八節 說按我所見 跟罪孽 中毒害的人 都照樣說割 第一句話 無辜的人有誰滅完 正直的人 何處檢除 這句我們比較容易了解 那第八節 說按我所見 跟罪孽 中毒害的人 都照樣說割 這個意思就是說 人如果做壞事 那做壞事 就是有罪孽 有毒害別人的行為 那就要說割 他們做錯事 犯罪的果子 人假若有罪孽 有毒害別人的行為 那就要說割 這個跟罪孽 中毒害的後果 所以這 這兩節啊 這幾句話 可以說是耶伯 三個朋友 對苦難的一個 核心的思想 意思就是說 一人不會受苦 那相反的 只有重罪孽 才說罪孽 苦難乃是犯罪的結果 所以耶伯受苦 一定是他跟罪孽 中毒害 那致死其果 這是這個 我們看到 這個以利法的說法 那我們再來看看 筆勒達 在第八章 第八章第三節 神其能偏離公平 千能者其能偏離公義 或者你的兒女得罪了他 使他們受報應 那 那 筆勒達的這個話 沒有錯 那 但是 不能夠適用在耶伯的身上 因為 這個 神 賛 賛 賛 賀 惡 絕對公平 絕對 公義 那 是 沒有錯 所以 但是 所以他們認定耶伯 他今天受苦 就是一定是他犯罪 導致神公義的這個 懲罪 那我們再來看 說法怎麼說 說法 我們看十一章 十一章的第六節 十一章的第六節 這個我們剛剛有唸過 我們再唸一次 並將智慧的奧秘指示你 他有自奔的智慧 所以當知道 神追討你 比你罪孽該得的還少 那 所法的這個話 也是他認定耶伯 受苦 是神 對他 對他 是神 神還沒有按照耶伯 所該得的苦難 來 懲罰 耶伯 所以 說法的這一句話 可以說是對耶伯 最嚴厲的指責 所以本來說法 是要來安慰耶伯 現在 他變成 一個 控訴者 是一個 毀謀者 而不是一個安慰者 可以說 跟他原來的 起初的心意啊 所以我们简单的看了这三位朋友的这个说法 他们就认定耶伯他受苦一定是他犯了罪 那但是神认为这样的一个说法 不正确不如耶伯讲的是讲的好 那因为这三个朋友认定说受苦一定是犯了罪 那反过来说 人如果享福就一定是行了意做了好事 那这样的如果用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就是对神考验义人 有时候神会考验义人 会宽容罪人的这种苦心 就把他这个误解了 他就会把正在受考验的义人当成恶人 把正门神宽容的恶人 把他当成义人 那如此一来 如果用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不就是把神议论成善恶不分的神吗 那当然我们刚刚也讲过 这三位朋友他们的论点 这个本来都是正确的 但是不适用在耶伯的身上 那他们不能够体系 耶伯现在陷在这个苦难当中 他们不能用安慰的话 来安慰他 那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 我们今天对别人所遭遇的事情 我们要小心 避免去论断别人 因为神可能用我们所不知道的方法 在工作 所以刚刚我们念到的 神指责了这三位朋友之后 在四十二章 第八节 要他们 起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到我仆人耶伯那里去 为自己 献上还祭 那我的仆人耶伯就为你们祈祷 我因悦纳他 就不按你们的疑问 来伴你们 这个 现在神 等于 出来一个问题 给他们四个人 第一个问题 是要这三个朋友 去求耶伯 替他们来 祈祷 那 这个 对这三位朋友来讲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大家刚刚 这样 真风相对 不欢而散 可以讲是在 很尴尬的情形 来结束这个辩论 那你现在要我低头 去求耶伯来替我祷告 那 是 一般来讲 我们 我们 也做不到 那对这 耶伯来说 那更不容易 但是神 要他们四个人 不但要跟神和好 也要人跟人来和好 所以这个时候 对耶伯来讲是比这三个朋友 要替他们祷告 更难 他们开口当然也很难 但是耶伯要心甘情愿的 来为三个朋友 来祷告啊 真的是不容易做到 那因为刚刚大家这样的 吵架辩论 到最后是 彼此攻击 所以是来讲是很难办到 但是我们刚刚一开始 这四十二章的第十节 我们看到了 四十二章的第十节说 耶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那 这个 耶伯就使耶伯从苦境转回 所以我们看到耶伯 他做到了 那耶伯为什么有办法 来做到耶伯为什么能够 胜过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考验呢 那我们 应该来讲就是 因为耶伯他的一个 一个顺服 那当然最关键是 时间满足 神出手 讲话了 我们看到三十八章的第一节 三十八章的第一节说 神在 显现 亲自向耶伯说话 并且问了他 从三十八章 到四十八章 四十一章 七十多个问题 所以现在神的 从弦风中来 这个回答耶伯来显现 让耶伯明白 原来 神从来没有唤弃他 所以耶伯听了神的话 就心平气和 谦卑公敬的顺服 不在身边 所以耶伯最后 讲了我们很熟悉的 一段话 就是从四十二章的第一节 到第六节 所讲的 这个 这个我从前 风吾有你 现在 亲眼看见你 所以 这个 以后我们就 不再看到耶伯 讲话 我们就看不到耶伯在抱怨了 那我们来看诗篇 三十九篇 第九节 诗篇三十九篇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移 耶利米哀歌 我们早上所 在 祭会 所看到的耶利米哀歌 三章二十六节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六节 人 仰望 耶伯法 静默等候祂的救恩 这 也是好的 所以我们 发现 从三章一直到三十七章 都只有听见人的声音 所以 当我们人 吵个不停 然后还有机会 让神来 讲话 或者神讲话 你哪里还 听得到呢 所以 神只有等到人 讲完话 他才开口 所以神 微小的声音 必须在我们安静的时候 才能够听得进去 才听得见 所以 诗篇六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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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跟第五节 诗篇六十二篇 第一节 说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我的救恩 是从他而来 我们再看第五节 我的心啊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 是从他而来 所以 当我们愿意 停止抱怨 停止吵架 神才会用他微小的声音 来告诉我们 那 因为神他有大能 他也是有恩慈的 所以 耶伯的苦难 神跟他对话 分担他的忧患 兼顾他的信心 他切知 神的大爱 并没有离开他 所以 他有无比的勇气 来面对苦难 来克服肉体的软弱 所以他有办法 来 接受三个朋友的请求 来 为刚刚 辩论 吵架完的朋友 祷告 除了 上面的这个 关键的转锐点之外 我们来参考 一下 雅各苏的第五章 雅各书五章的第十节到十一节 雅各书 雅各书五章 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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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书 特别称耶伯 是耶伯的忍耐 提到耶伯的忍耐 所以耶伯他因为能够忍耐 而且他敬畏神 所以他能夠順服 能夠來為朋友來 來這個代導 那另外我們 從耶博記裡面的兩個知道 也可以知道 耶博的這一種 對神的這個依靠的信心 是何等的堅定 我們來看回來 耶博記23章 第十節 耶博記23章 第十節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試煉我之後 我必如今今 這是第一個知道 他說生信 神知道他的行為 他也知道神試煉他的用意 第二個知道我們來看十九章 十九章的二十五節 十九章的二十五節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 活著 末了 必站立在地上 所以從這兩個 十九章的二十六節 我們繼續看十九章的二十六節 我們繼續看十九章的二十六節 十六節 十八章的二十八章的二十六章 耶稣不被他的朋友所谅解,也被他的同胞来讥笑他,羞辱他, 他眼泪弯弯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申诉他内心的苦情, 可见只有神是耶稣的避难所,虽然他认为神严厉的对待他,但是他仍然指望神的安慰跟同情, 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当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考验患难,几乎快要死去,快撑不下去了, 还好他懂得仰望神,呼求神的拯救,在结婉中一次又一次的度过试炼, 虽然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苦难会临到他身上,但是他只能够在患难中不断的忍耐,坚定的来依靠神, 定亲在神奇妙的持龙,活在叛犯当中,才有力量来胜过这些种种的试炼, 总之,约伯,艺人的这个经历,在世上可以讲是少有的苦难, 而艺人为什么会受苦,我们有时候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那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传道书的三章十一节, 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起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所以我们其实是很难去来参透神的这个旨意, 然而我们可以从试炼的角度来看耶伯的苦难, 那神在耶伯遭遇这个苦难,是要让他更加来认识自己, 让他来学习谦卑敬前,以及坚定的对神的盼望, 我们刚刚有读过这个他的一个指导, 他说神试炼我之后,我必如今今, 那真年二十三章, 真年十七章第三节,也说, 顶为炼银,儒为炼金, 所以,经过试炼熬炼之后, 就可以除气这些金银的杂质, 那人也是一样,神所艰险的约伯, 经过这个试炼之后,熬炼之后, 可以让他更佩得将来的这个荣耀, 所以,敬前的人遭受苦难, 并不是好像耶伯三个朋友所坚持的, 乃是因为耶伯犯罪,所以才罪有应得, 也不是耶伯他自己所说的, 我无缘无故门受这个门烟来受苦, 那神隆喜撒旦来加害耶伯, 但是,如果遭遇到苦难, 那这个当中也一定有神的美意, 在里面, 那神要借着苦难, 使人更认识他, 也更认识自己, 那也让耶伯更完全, 好像金金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纯净, 那神也借着耶伯受苦这件事情, 因为耶伯并没有以口来犯罪, 来打败撒旦, 来堵住撒旦的口, 让撒旦牙口无言, 所以我们从四十二章的第七节, 第八节, 我们一开始看到了四十二章的第七节, 第八节那边, 这两节当中, 神称呼耶伯, 说我的仆人, 我的仆人, 在两节当中, 我的仆人出现了四次, 也就是说, 耶伯经过了这么大的一个试炼之后, 他进一步成了一个贵重的器皿, 来见证神的, 是大有全能的神, 来见证神的旨意原是好的, 所以怀耐心等候神的, 一定不会羞愧, 一定可以得到, 加倍的神的一个, 一个是福, 那, 这个, 所以从, 这个, 耶伯的为朋友的, 这个代导啊, 让我们, 也可以知道, 雅各苏, 在五章十六节, 雅各苏, 五章十六节, 那四十二章的第八节, 告诉我们, 那四十二章, 我们一开始所念的, 四十二章的, 第十节, 耶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耶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耶伯就使耶伯, 从苦境转回, 并且耶伯是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这是因为, 四篇三十, 四篇十五节, 告诉我们, 四篇三十, 四篇十五节, 告诉我们, 耶伯的眼目, 看顾一人, 他的耳朵, 听他们的呼求, 所以神, 眼目看顾一人, 耳朵, 听一人的呼求, 而且, 一人的这个祷告的功效, 是大有功效的, 不但, 代求的人, 连他自己, 本身, 像耶伯这样, 也能够蒙福, 另外我们, 从,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交代我们说, 这个我们来看, 一下马太福音, 五章, 四十四节, 五章四十四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交代, 那耶伯做到了, 那耶伯为那逼迫, 误解他的三位朋友祷告, 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 跟家人, 或弟兄姐妹, 有什么摩擦, 不和, 那我们就要为他们祈祷, 因为主耶稣说,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和换家人, 和换家人, 跟弟兄姐妹, 不是仇敌, 没有逼迫我们, 只是因为, 小事误解, 造成不和睦, 下午的正道到这边, 在,